那这个课程其实主要给各位一些比较实物面的东西 主要现在因为对于一些 像办公室里面对于Excel的VBA设计可能需求非常的大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对于那个大数据的应用 其实非常广泛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VBA这个专业技能学好 我相信你这样来找工作绝对不是问题 而且像我昨天是在那个像全球人寿 那之前也有在很多受险公司也是教这方面的课程 那因为目前他受险公司或金融保险等等的这个工作 其实已经把那个VBA当成是你必要的一个进入的门槛 一个基本的专业技能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个VBA的技能把它学好 我相信你将来在求职上面会有更好的这个机会 那当然呢现在我觉得除了说学历之外 因为学历大家已经相对于比较普遍 应该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凭 那再来其实就是说要一些实际上可以真的派了张用场的技能 也就是说他马上来知道说你到底会不会 所以如果这部分呢当然你可以在还没有出社会之前 就把这个技能给学好的话 你当然在找工作应该有相对应的一个这个优势 那因为我来的机会其实不是算太多 就是说可能今天也许再来下个礼拜吧 大概总共有四次上课 那当然我的上课时间其实不多 可是我会希望说能够尽量安排多一点时间 让各位有多一点的认识 那这些课程其实跟现在业界上的其实差异性并不大 OK 而且很多的上班族 他们也会趁晚上的上 像我在那个好几个单位 像那个动物大学的进修推广部 跟那个文化大学进修推广部等等地方 也有开类似的课程 那里面的话主要是讲授一些 关于这个像是VBA里面要怎么样制定函数 还有就是说VBA里面 要怎么去像录制去集 或者相对应后续的修改部分 那当然我们后面呢 我希望就是举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给各位 然后呢也许让各位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今天的一个工作 你要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 把它完成 然后提高一个工作效率 基本上当然你的效率越高 那当然呢 老板会越开心 因为他觉得你一个人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等于一个人 你一个人就抵上可能好几个人的那个 这个等于工作的分量的话 那当然呢 相对你的价值那也越高了 那里面大概我们后面会有这些课程的安排 OK 那另外的话 请各位也许 我预先大概会有几个规划 第一个就是说 请各位先帮我做一件事好了 第一个呢 帮我填一个简单的问卷 因为我他还没有上课之前 我会先了解一下大家的电脑程度 无论是哪一个班 其实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帮我做一个简单的问卷 这个问卷的话呢 网址goo 直接输入到那个 你的那个网址列上 go.gl u小写 JK PG PG小写 那当然呢 这里面的话 你大概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那个 基本的电脑程度 比如说你如果什么 基本上你对于Sale都陌生的话 你先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才好 就是说我上课的时候 也不要一下讲太快 你们可能一下没办法吸收 另外呢 另外还有一点 我上课呢 我会全程把那个上课的内容录下来 那如果说你有需要 回去重听重看的话 那你如果怕说 一下上课老师讲太快 你可能一下没听懂的话 没关系 回去你再反复听 那我会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直接寄给你 反正你没事的话 你就多听 这东西其实对各位一定有帮助的 那我在YouTube上面的话 也有非常多的资源 我是建议你可以 就是说呢 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对各位绝对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希望未来 可以多一些的机会 多一些的技能 至少不会比别人来的 那个花更多的时间 还要再像找工作 找工作其实是相当辛苦的 不过你只要专业技能对 我觉得马上就是对的 OK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就是未来 我们上课的相关的 所有的档案 讲义 还有一些可能解答 我都把它放在第二个网址 所以呢也请各位 把那个下面这个第二网址 稍微记一下 这里面的话呢 有我们要上课的那个 包含就是上课的解答 范例档 还有那个讲义 等等的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记一下 98QTHK 那也就是说 我后面上课 如果说你可能比较跟不上 没关系啦 上面全部都有标准答案 参考答案 不是标准答案 给各位参考 那里面的话呢 也有所有的那个程式嘛 比如说VBA里面 有些程式如果你打不出来 上面你可以至少 反正你至少复制贴上会吧 反正你至少可以知道 复制哪些贴到哪里 可以让他执行 那一个问题的可以解决 OK 好那这个答案 等一下请各位 帮我先做一下 那个问卷 那待会的话呢 我再做一些 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 如果他找到我的话 其实相当容易 你Google吴老师的关键字 大概前面几个连结都是我的 那当然呢 会第一个秀出来就有部落格啦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那主要我目前 为什么会放在前面 其实主要原因也许是我长期 非常关注 有关那个城市设计相关的教学 那我也很乐于把一些 可能以前的一些业界的经验 把它融入到教学里面 那慢慢的有很多的单位就邀请我去上课 那我也很不吝啬的把一些上课内容 把它放到网路上面 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学习 那主要原因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其实还蛮辛苦的 相对于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现在其实毕业的时候 工作机会相对的其实少了非常非常多 而且起薪其实并不是那么进入 反而比起我们那个年代还来的稍微 稍微再再再再反而好像还更低 所以对于各位来说 以后那样的薪资 其实当然养活自己可能就有问题了 更不要说那个谈到未来 所以当然希望说能够给各位一些 也许可以帮助各位能够有一些转变 那其实如果你要提高你的薪资 可能当然可以从提高专业技能去着手 其实专业技能的提升 对于未来你的薪资提升 那有绝对的帮助 那我的学生里面很多 其实我看到他们薪水也是扶摇之上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很乐 也是很积极在学习 OK那我的专业 大概就是在那个 就是像Excel VBA 或者App开发教学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今天28 那26号 TVBS晚间新闻 我不知道各位能够注意 晚间新闻里面就有我了 OK 那为什么那个TVBS会来采访 我也没有特别问那个记者 不过我想他应该有Google 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吧 那他就做一些采访 就是问到就是目前的那个 台湾就是大学毕业生 其实起薪偏低 那要怎么样让薪资提高 其实当然你需要其他的专业 OK那我提了几个方向 也许像那个 你可以把那个大数据的应用 也许可以好好了解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大数据相关的这个问题 那所谓大 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不靠人工 有没有办法用程式的方式去解决很多资料处理的繁琐问题 也就类似像一键完成所有的报表 这些样的问题 类似的 OK 然后再来我也得了一些奖项 那当然 另外的话呢 我目前当然除了在刚刚讲 在东吴文化等等的很多单位 也开了这相关的课程 其实反应都相当良好 而且这些大部分都是上班族来上 OK而且感觉他们是非常的积极 很多其实也是高阶主管 然后主要当然他们会希望怎么样 很短的时间把一些事情赶快做完 OK 然后尽可能的把我这课程希望 尽可能把一些实际上遇到的情况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过紧张 觉得这门课会不会很难 尽可能你我觉得保持一个兴趣 然后你有一些热情 想要学习 其实我就会愿意提供给你们更多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呢 有关我的相关的 我的经历 那其实我最早也是从担任城市设计师开始 大概有20来年的经历 那慢慢的在 从事电脑教学工作 OK 然后在电脑教学工作之前 我也曾经有五年的创业经验 所以呢 这边应该可以给各位蛮多的关于业界的实物经验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的证照大概也有超过有30张 也就当然了 如果你要肯定自己 我是觉得 无论各种方式 很多人觉得说证照是在有没有用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太去顾虑到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时候肯定自己的方式很多 那当然如果你有就是有 你没有就是没有 那你要怎么用客观的标准 用别人来肯定你 而不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像有很多了 所以其实也许可以累积一些东西吧 那姑且不论这些证照 那哪一种类型 不过我今天建议 像以所有相关的认证 也许你可以去考 OK 然后 另外的话呢 我也有个YouTube频道 如果你Google吴老师的话 我YouTube频道至少有六七个吧 那其中有一个频道 观看次数超过500万人次 然后订阅人数的话 这数字是12000 不过现在应该也接近一万五了吧 不过呢 这个YouTube的观看次数跟订阅人数 跟之前那个很热门 那个古阿木当然不能比 而且他订阅人数听说已经超过50万 而且台湾第一 然后观看次数我看也可能百万千万了吧 OK 那当然呢 我们的性质不一样 而且 他的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 像电影的评论 我发现他很短的时间 赶快把一些情节介绍完 可是我的频道里面呢 就只有教学 那我把历年来 我这个 从 大概十年前吧 不止十年 超过十年的时间 十年前的影片 我只要上课 我就把它录下来 而且录下来 我把它放YouTube上去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影片的话 欢迎到我的频道里面 我想应该可以给你很多的 你想要学习的东西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在 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很关心 比如说像古阿末 到底赚多少钱 就有人开始评论说 其实 这能不能真的赚到钱 当一个YouTuber 其实呢 要赚到钱 如果你只是单单靠YouTube 要维持生活 是唯一的收入 是真的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算一下 因为网络上有个什么 窘心人 他也分享了 就是说 他到底赚多少钱 然后他说 大概一千次的点击次数 可以赚到一块钱 一千次会赚一块钱 也就是说观看次数越高 相对的 他赚到的钱越多 不过我算了一下 好像不止这些吧 大概一千次 我觉得大概要两块钱 可能因为频道性质不一样吧 OK 而且国外的 外国人比较乐于怎么样 乐于去观看你下面的广告 因为如果说你要让那个 怎么样 你的广告的获利增加 你一定要有人去点击 点击之后会连结 这样才算是有效的 如果他只是单单秀在那里 没有点击 那就没效 无效的就没有赚钱 那国外的人比较 像外国人比较有那种小费观念 你看了我的东西觉得好 你就给一点小费吧 可是台湾人比较不会 反正我看了表演之后 我就走了嘛 我干嘛还要跟你签 所以相对的 在台湾的那个创作 比较没有那么 不过我看了一下 我大概一千次 可以有两块钱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 一个月要有三万块的话 假设现在一比三十嘛 那你大概观看次数 一个月至少要五十万次 一个月要五十万次的观看次数 多不多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真的不是算太多 如果你随便一个新闻 像蔡阿嘎放上去 你会发现 他那个之前放上去去韩国 刚好中华队输了嘛 他只是在那个场上 随便拍一拍 骂一骂 三字经也都来了 两天一百万次 两天哦 OK 所以不过当然前提是 你可能你那个影片 要是大家都有关注到的 比如说像什么打棒球这种 大家都很喜欢 没有人不知道 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是一个什么 很热门的电影 那可能大家都会很有兴趣 或者我看到很多 甚至把那个什么 网路上有很多那个 行车记录器 发生车祸的事情 把它剪一剪之后 变成一个影片 然后po上去之后 其实他也可以变一个影片 而且观看次数还非常高 或者是说 酷守别人的影片 这些很多 因为有些新闻事件 大家都关注 那相对的 他可以很快地把那个 人气给做起来 所以其实网路上 有太多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做 不过前提 跟各位讲 就是说 这个他当然不可能说 一下子 马上 可以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获利 像我这边 各位也看到了 其实 每个月 其实他都会付我一笔薪水 付我一笔费用 那至于费用多少 跟各位讲 如果每个月累积下来 足够我 大概三个月出国一次的费用 是绝对错错了 而且还有剩 OK 那我只要做什么 只要把我上课内容录下来 放在YouTube上去 就这样而已 其实我也没有做任何简介 我就把它录下来放上去 OK 那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生活里面 当然前提是你可能东西也要稍微够好 有部分的人愿意去看你的东西 当然你那个内容 越大家都喜欢的 当然越好 除了这些东西 其实网路上有太多的机会 可以让你有机会获利 不过特别注意 其实那个广告金 我觉得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像我的机会 其实就是 基本上那个什么 知名度的提高 像菜阿嘎 我刚刚讲说他随便一个 就几百万的观看制度 其实他获利最多并不是这个 他获利最多的是 人家找他代言 像畅坤找他代言 一个代言就三百万台币了 OK 他只是露个脸 然后去秀一下这样子 三百万就入账了 OK 所以相对的 其实YouTube有很多的机会 你要怎么样去秀自己 就像说现在 其实像国外有一些 工作机会 不过国外的工作机会 第一个 他要你先 比如说你要到国外去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用YouTube 录一段你自己的interview 而且你可能要用英文 去interview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把这YouTube的影片 传送给他 至少我觉得你只有机会了 但是如果你连YouTube的频道 YouTube的内容 什么都没有的话 说真的啦 人家可能完全不会考虑你 OK 所以我是建议未来 如果说你要有更好的机会 不妨多用用一些新的 大家都关注的一些社群的一些 像这种一些 算是一种工具或媒体 那当然你相对的 你会比较多人知道你 就像说我会来到这里 也是一样 我想我也其实跟那个 陈老师完全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 他就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讲说 老师你在网路上非常有名 可不可以来帮同学讲一下 有关VBA的东西 那我第一个想 其实会来到这里 第一个当然很希望 把一些正面的能量传递给各位 因为你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正面能量 因为有人要告诉你们 真的不是没有机会 只是你愿不愿意动手做 OK 而且我觉得你们现在时间很多 你只要把一点点的时间抽出来 用在对的方式 用在对的这个方向上面 比如说你去拍个影片 我觉得这东西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很简单 你也不用说做得非常的专业 刚开始 也许慢慢你自己开始调整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好像越来越多人关注我 只要你对有些东西有兴趣的话 而且你是愿意分享的人 我相信你有很多素材 可能还比我更多 那你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我相信你的频道可能受欢迎程度 一定也不会比我差 OK 那这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不过就会很多人就一直在猜说 到底这个付款金额多少 OK 那跟各位讲 你有同意说 各十百千万十万 其实没那么多 这边的话呢 有个小数点两位 大概九百多块 不过呢 这个九百多块不是台币 是九百多块的美金 而且它是直接汇到西联快汇 然后我把它转到我的户头 OK 好 那这边的话 另外呢 因为对于那个证照 其实长久以来有关系 所以他们也找我到 去帮忙审提一个命题 OK 那请各位 先做两件事吧 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帮我把那个 刚刚讲的 帮我填一下简单的问卷 这个问卷里面 大概就是几个简单的问题 UJKP例这个 那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简单的 让我知道一下 你大概 程度落在哪里吧 因为我第一天 第一次来这里 我也不知道各位 程度的落差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 简单的 你的名字 那行业别 你就是学生 或者是你是 几年级 大家让我知道一下 那你的电脑程度 那请填一下 这里面当然包含就是说 你对于那个 Excel 这个 操作部分 你们 有没有什么呢 如果你只是会基本操作 或者你熟悉 Excel应用的话 你就选进阶 如果你有程式开发经验 就选高阶 那你希望这个后面的上课 以哪部分为主 还有呢 这门课 为什么 你会选这门课 因为这门课 然后另外如果说 你之后 希望收到我上课的录影的话 你就把email 填一下 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问卷做完之后 再连到第二个连结 去下载那个 我们上课的范例档案 咱们